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借助北斗七星辨别方向 如今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就被命名为北斗 它的功能相当于美国的GPS 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这个系统核心技术的攻关离不开一个人 他就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飞雪 我叫王飞雪 1971年出生在福建省长庭县 现任国防科技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1980年10月1日 13岁的我观看了电视里的阅兵史 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高大威武的解放军战士 还有科技方略中的成果掌出 那时候国防科大这所学校就在心中打上了深深的报应 四年后 我放弃推荐上北京大学的机会 选择了国防科大 之后又在这里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 北斗大航系统建设中的信号快速捕获这一平均问题 曾经历史十年都没有预效解决 在模拟信号维望的年代 我们经过仔细推算 大党提出了全数字化快速捕获信号接收技术方案 虽然最初遭受止盈 但是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 这个设想早已变为现实 从这之后的一次次实践中 我坚信科学研究需要勇气和当当 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坨平日的努力学习和典力积累 在我的观念里 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极致 科学研究更是无次 《疫情》的没关系 快速 复得到后赢了 哎哟 老爸你至少给你说 你知道 啊 我已经说了好多了呀 你说那个也被倒我的是 蛤 哈 你知道爸爸做什么 你 他没选 他是复舍被倒我的 现在我们正在追GPS 我们是全世界四大的第一名是GPS 第二名是北欧 第三名是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第四名是欧洲的欧盟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已发售的三号 王飞雪的儿子王公一 今年七岁 小小年纪介绍起爸爸的工作 却是头头是道 虽然父子俩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在王公一的心目中 爸爸是他最好的玩伴 直到王飞雪回家吃饭 父母亲早早的就开始准备饭菜了 我母亲是小学生育中前线第一名 我也是第一名 这个很骄傲 读书的时候就告诉他说 你好好读书 读完书的话 要将来做什么 你自己要想好来 但是小孩 你不可能给他讲大道理 那我们就说自己怎么带动他去做 王飞雪的母亲曾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1959年被表彰为福建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母亲工作和学习的身影深深扎根在王飞雪的心中 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这个朴素的想法 一直影响和伴随着他的成长 把工作做好 把你的每件事情做到最极致 从小就是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小时候我会 我们就住在医院里面 幼儿园放学会去到父母的那科室去 会发现下班了 当时还有很多病人排队 在等着我母亲给他抗病 他都会坚持抗再走 他经常就会问一问题 说这个理论上方法上是不是做到最优 工程损化是不是控制到最小 所以说他往往不是说 对指标说达标就行了 往往是说我如果说能做得到 工程上能做得到 方法上能做到 那一定要做到最好 数字控完美控 这是同事们对他的评价 或许正是因为对极致的追求 王飞雪的科研道路上 充满了挑战与艰辛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开始自主研发 卫星导航系统 然而地面关键设备 公关十年都没有成效 信号快速捕获这个核心技术 成为横跟在科研人员面前的难关 1995年 正在国防科大读博的王飞雪 心中涌起一股冲动 他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第一次有机会面临一个生动的 真实的一个科研挑战 突然觉得我原来对这个大学生活的了解 对科研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时候你气候会翻一边 那么我在科研中间 做出一些我觉得很有一些创新的一些工作 和王飞雪有所接触后就不难发现 他斯文的外表及温和的性格下 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 当时国内还处于模拟技术的时代 王飞雪隐约觉得要实现信号快速捕获 就需要另辟蹊径实行全数字化 全数字那时候在国外已经开始兴起 但是在国内还没有广泛应用 更不要说在航天这种要求特别高的领域 那么面对这种应用 我们有一个需求就是能不能一步到位 迅速前面上升级 比较有心意 比较有胆量 比较有挡破 从技术上来提这个 因为毕竟这个方案原来没有人提出过 也没人做过 有了这样的设想 王飞雪和另外两名同学 一起反复进行推理论证 终于拿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 全数字化快速捕获信号与传输技术 然而这三个初出茅庐的学生 所提出的方案 在业内一时激起千层浪 他们的质疑就是 当时的技术水平 当时的硬件器件的水平 你们走全数字快速 事实上肯定是达不到 国外机长已经就出现了 我为什么不去努力奋斗呢 为啥去妥协呢 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妥协的观点 面对质疑声 王飞雪并没有胆气 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 惯有的不妥协 当时互联网并没有现在这般发达 他只能委托在国外的朋友 找寻资料 还跑遍全国与导航定位专业 相关的院校 只要是技术上的问题 我不怕任何 好像没有害羞也不会党却 我可以去找任何人 而且跑到家里去 没有考虑过 说这样是合不合适 是不是不好意思 别人会不会把我踢出来 十多次论证会后 王飞雪从理论到时间 从数据到推理 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 一台计算机 四万元的常识经费 他的北斗事业就此 拉开了序幕 那一年 王飞雪只有24岁 经常讨论到一两点钟 然后觉得充满了这种 火花四射 让现在感觉到头脑风暴 经常讨论 还有没有新的方法 还能不能做得更好 五加二 百加黑 这是王飞雪的工作节奏 熬夜通宵 废寝忘食 这早已是家常便饭 本波与试验厂调试设备 一年出差超过两百天 设置组在拍摄过程中 就见证了王飞雪 空中飞人的真实状态 四天时间里 他出差两趟 早上七点不到 就出发赶往机场 就是我特别害怕 跟他一起出差 因为他出差的话 就是他在路上 会拼命地抓住你 躺的问题 或者说准备第二天的事情 让人非常抓狂 先是从长沙到了天津 天津到了北京 北京开了个会 下午晚上就到了上 那一天好了三个铃铛 这个都是经常的事 王飞雪当天回到长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过去经常碰上飞机雾点 在机场一等三四个小时 也时有发生 累不累 还是有点累了 其实工作太紧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般都是喜欢 或者习惯了 都是往上出发 往上返回 这样的话呢 整个白天的时间 就不要玩 整个工作 奔跑的工作 奔跑的生活 干项目之后也晕倒过 经常搞到半夜 两三点钟 三四点钟才睡觉 早晨又越爬起来 又去干 有时候估计 不是很规律 身体搞得不好 那段时间 这比较拼嘛 他是比较拼的人 我们都不怕体能的累 我们最怕的是 事情没做成 最怕目标没达到 还没有过 放弃的一个念头 所以我们是尽力去 当时一心想的是 怎么把它做出来 没有想做出来怎么办 晕倒了 醒过来继续工作 通宵了第二天 接着干 寒来说往 王飞雪和团队 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三年后 当显示器上信号捕获成功的那一刻 夜内二十多名专家 打呼 难以置信 2001年11月 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 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 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却敢于接受这个烫山域 外人眼中高冷的技术男 内心扬积着浪漫和温情 军力人生正在为你播出 王飞雪 竹梦 北斗 熬苍穹 一次 王飞雪去高原部队调研 战友们普遍反应 北斗一号体积大 重量大 背在身上呢 很不方便 意识到这个可能阻碍部队战斗力提升的问题后 王飞雪马上着手解决 从2002年开始 经过近两年的奋战 他再一次带领团队 研制出小型化手持式北斗用户机 这就是我们的北斗一号的手持式用户机 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台的这个手持式用户机 那么在此之前 在02年之前 国内只有车载的和背负式的用户机 一直成本高 第二重量大 很难机动和当兵使用 所以我们需要小型化 我们需要它的操控性非常强 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免培训 它们也同样是这个九宫阁的 我们的设计人员会光知道每个图标 都能够看到图标就知道它是什么行业 而不用去看图标底下的小字 所以一个好的产品 它其实是持续不断的改进 最关键你心里要装着这个战士 装着我们部队的需求 在科研上 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部队战斗力 是王飞雪的工作准生 作为北斗系统研制的国家队主力军 在他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退缩两个字 2007年底 我国第二代导航卫星运行 经过某一区域时 受复杂电磁环境干扰 卫星通信发生了阻断 干扰这个问题呢 该在其中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难题 以前它会比喻是就要把大线放在冰箱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 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时面临躲和抗的选择 躲已有先例 而抗还是未知数 为此 多数国内同行倾向于躲 你躲了以后 又碰到干扰怎么办 这种问题 你是回避不了的 迟早要解决 我们不如早解决 王飞雪认为 抗干扰是在必行 可是时间是最大的障碍 如果不在三个月内解决抗干扰问题 不但下一颗卫星不能发射 即将组网的十多颗卫星 也将无限期推迟发射 损失将无法估量 当时年纪轻轻的王飞雪 已经在行业内独占凹头 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那么他的科研生涯 必将会刻上失败的老爷 像的一个工程问题是很严肃的 你不太可能凭个人的喜好 或者是冲动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是有胖的 第一我们做理论上做分析 这个问题是可行的 第二有积累 第三点呢 我们要三个月能不能完成 我们这样的一个拍板 有些时候是要激你的一个 对你团队的信任 和你自己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一轮一轮的工程之后 你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 就像一个战士 打过一场又一场恶战之后 面对强力来说 他就能够镇定自我 熟悉王飞雪的人都说 他有着敏锐的科学前沿性 早在1999年北斗一号研制过程中 他就预见到 随着各国发射的卫星增多 信号干扰的问题 必将会越来越突出 于是他开始着手找寻一种 低成本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很多事情的这个表面上无形擦柳 其实呢 当你在这个领域里擦了很多柳 做很多准备的时候 那么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才会能够有所准备 经常是这个加班加点 现在就是感觉很稀同平常的事情 做有时候就是要几个晚上 都要不停下来 因为它是压力非常大 那行军场肯定就是放在实验室的 为了赶进度 汪飞雪把家安在了办公室 2008年春节 南方遭遇罕见的冰雪灾害 室外天寒地冻 而研究中心里 却灯火通明 一片火热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目标 而家族玛丽冲刺 中途的时候突然发现 说原来预先能达到的指标 现在没有达到 有的时候可能 这种对我们是怀疑态度的人 就会说你看吧 你们就是搞不出来的嘛 在很重大的挫折面前 他们都能够笑着面对 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是经常给大家传播正能量 就是这一点 大家可能都对着很灰心 但是没关系 要看他好的一面 他一下有了望月嘛 然后下来神仙望 给吉乃的一些镜头 小牛长了这熊猫眼 这是小孩子的望的那种图案 这个是装上起来洗脸 王飞雪喜欢旅行 喜欢记录图中的风景 近些年来 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 属于个人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翻看着自己曾经拍摄的照片 成了他解压的好方法 其实很多时候 快乐是要分享的 做得越多就越好 今年生日礼物 我爱人和我的孩子 一起挑选了送给我的 因为我属猪 他们觉得这是一只 很像我 这是一只有梦想的猪 你的梦想是什么 从那我先看到 它非常好用 能够进入到 千万万户的 每个用户的手机里面去 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在高端的应用方面 也会出现中国的 北斗的声音 或许正是怀揣着 对北斗事业的热爱与忠诚 也或许是儿时早已 埋起的科研梦想 经过三个月的 昼夜补习高强度的工作 王飞雪如期交出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打卷 完美地解决了 抗干扰的世界性难题 从事北斗事业二十年来 王飞雪领衔的科研团队 从最初几人 壮大到三百多人 成为我国自主卫星导航 与定位系统 关键技术攻关 中备研制的国家主力队 它领先突破的核心技术难题 正在让我国北斗 卫星导航科研团队 由跟炮者 转变为民主其实的 林炮者 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就是能够为理想奋斗 突破北斗一号地面系统的技术瓶颈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便携式北斗用户机 设计出北斗系统核心的军用信号 承担起北斗系统某核心模块 95%的生产任务 凭着亮剑精神 王飞雪带领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 2012年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面向亚太地区开通服务 预计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 这是所有北斗人深藏心底的一个强军梦 强国梦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去认识一位 给老百姓打出生命知景的军人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凯 杨凯 远山的希望